特朗普上台以后 还会继续插手南海吗 是不是还会走 奥巴马那一套路数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是这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多了 咱们这个简单地说一说 总的感觉 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寻枪》 说是姜文演的警察 把枪都丢了 然后找了一大堆 现在杜特尔特也在寻枪 两万六千支枪的采购 有可能不在美国寻 去其他国家 从这点上看 这种军事关系降温 有可能有先兆 但是今后到底美国 要怎么做 这种思考的重点 我总的感觉 现在的这种关系 有可能意味着 今后美国在南海 会出现两个大的变化 第一个叫做 从结伴到独立 你像以前 如果把菲律宾 和其他的南海周边国家 当成自己的一个落脚点 那么就可以结伴来 那么现在很有可能 以美国队长的身份亲自来 如果在海上空中 特别是水下 保持自己的优势 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常态 你想之前航母来过 然后两栖攻击舰来过 另外它的这种伯克舰也来过 今后有可能来得更多 包括空中的所谓自由横行 马上要展开 什么B-52 B-1 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 也要向这个方向转型 所以不排除今后 会从结伴来 变成亲自来 即便特朗普上台 即便上台以后 我发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常态 那么第二个变化 很有可能就是 以非为主到全面培养 以前菲律宾是落脚点 像五个窝点都已经选择完毕 从这个地区出动的海上和空中 各种装备很频繁 那么今后如果菲律宾的关系 逐渐趋冷 那么前提叫逐渐趋冷 今后到底冷不冷 我们还要观察 很有可能南海周边国家 也会成为它培养的目标 比如说哪个国家有潜力 有欲望 有这种心意 很有可能也会加入 美国在南海的所谓战略布局 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两点 会不会美国会来得更多 来得更强 另外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 跟美国这种交差点会不会有 所以从目前看 我们还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嗯